今天下午三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纯介绍 人周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过程顺利 结果圆满 完成全部目标任务 这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是完美收官了 后续将进行空间站的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阶段 发布会上郝纯还介绍 根据任务计划的安排 今年将实施六次飞行任务 完成我国空间站载轨建造 沈州十三号载人飞船 于2021年10月16号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后 与空间站核心舱对接 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 载轨期间完成两次出舱活动 开展了空间科学实验及技术试验 以及两次天工课堂 太空授课等一系列工作 沈州十三号飞行乘组 共载轨驻留183天 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载轨连续飞行最长时间的记录 目前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 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进行飞行后的恢复 浩纯介绍 中国空间站建造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 沈州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完美收官 为我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任务计划安排 2022年将实施六次飞行任务完成我国空间站轨轨建造 这六次任务分别是五月份要发射天舟四号混运飞船 六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乘组也是由三名航天组成 他们也将载轨逐留六月的时间 七月份要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十月份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之后空间站的三个舱段将形成T字形的 中国空间站的基本构型 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 之后还将实施天舟五号混运飞船 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其中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飞船乘组 也是由三名航天员组成 这三名航天员将载轨和神舟十四号的航天员 完成轮换以后继续载轨工作和生活六个月 再次进行